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不谈我们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这样做 特别是我们在奥尔尼康里华人越来越多了 我们应该怎么看这场选举如何支持我们的华裔候选人 同样对于共和党民主党在国会乃至在地方上的一些表现 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 今天我们请黄议员跟大家做精彩的分析 首先我们感谢Peki上我们节目 谢谢您 Peki 第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的问题 其实就是说 我知道45区原本是一个共和党的 传统的共和党的选区和39区很相似 但是很遗憾 在上一次的选举当中 39区和45区同时被民主党所攻陷了 应该说 其实让大家很surprise 我记得当时我们比较关注的39选区 45选区当时我们的判断认为说 共和党还应该守得住 因为从45选区往下来看 也是一些共和党比较传统的地区 可是最后没想到在尔尔满翻了船 最后45选区 共和党的候选人 输给了民主党的候选人 现在您要准备去选第45选区的 共和党代表共和党竞选联邦参议众议员 第一个问题请教您 其实原本您的市政府的辖区和45选区 实际来讲是不重叠的 你为什么要选45 干嘛不在你自己的39选区选 因为我是在尔满翻长大的 对 还忘了这一点了 其实你是Native of Orly County 对 所以我是在尔满翻长大的 还有 所以我是从University High School毕业的 还有我的教会也是在尔满翻 我的家族朋友都是在尔满翻 所以有一点就是跟尔满翻比较近一点 这是个情节 但是最主要你要在这么大的地区要赢 特别在联邦这一方面的话 你一定要在这个Community里面 有我们讲说有root 有根 所以我在Central Orange County 特别在尔满这里比较有根 因为住在那里20多年 将近30年 比较长的时间跟Your Belinda Your Belinda是因为我也是在那里 非常有活动 这几年来才会选上议员 但是在那个Your Belinda以前 我是在尔满那一边 比较有在关户 有在参加他们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说回去我的故乡也比较好 还有特别这个区是从北 Orange County的北边到南边 对 它整个沿着Orange County的边缘 沿着这个Sambladino County 一直下来的 一直下来的 所以我可以把我在北边 Orange County的experience 连到南边 没错 我在这个39区这边 我是在Orange County 还有跟Walnut Diamond Bar Hacienda这边 那是一个三个区域 大家mix 对 但是我在这个华人这边也有关系 可是更东边去 像West Covina这一方面 就比较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就是看说 我在哪里最有跟 最有关系的地方 还是45 每个城市都有朋友 有支持我的人 还有在这个Community里面 我有参加活动 所以我觉得说 这是对我来讲 是最好的地方 也就是说 还是您最了解这个地区 对 因为呢 39选区是比较复杂一点 我记得在39选区 这个竞选的时候 我们是密集的报道 很多人预计说 哎呀 这个我还记得 我在节目中也跟您讨论 这个我们还在想说 这个 这个Yankin 有没有可能会赢 当然你还认为说 其实大家给他记忆的很大希望 其实第一轮投票完了以后 他是赢的 对 最后一礼拜以后 最后再recon 最后就输掉 输给了那位 这个Lottery的Millionaire 对 那Mimi Walter也是第一天也赢 他连续整个礼拜都赢 所以在这个 39跟45这一次看 说投票的数量看来 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第一天通常 第一天当天通票出来 你就知道说是谁赢 还是第二天 怎么拉了这么久 一个礼拜多之后 才会知道是谁赢 他说通讯投票没记到 没有记到 就是很多provision 还有一些就是precinct 你的register的人 比如说100个人 怎么register100 怎么会出了110票 是谁多票 是不是 我有听过人家说 连狗也有register 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要从 我们政府来看的话 在哪里不对 因为这是伤害到 我们的government system 我们这个democracy 美国的特殊就是这个 有这个机会 大家都有一票 这是我们非常珍惜的东西 所以我们做policy maker 我们需要说 为什么 只有100个人register 怎么会有110票 多出来这个10票 我们需要知道 不管你是democrat 还是republican 你对这一件事情 你应该要注意一点 要很担心说 是怎么会捉出来这么多票 但是您得知道 其实在这个当年选的 2016年选的时候 其实大家当时非常 2018年大家选的时候 大家非常关注 就是说民主党共和党 在这个Ordal County 花了很大气力 对 尤其是民主党 Nancy Pelosi 一个人拿出来捐款 上千万来 对 她一个人拿出捐款 就上千万 我们outspent back up在这个39选区 她说非赢39选区不可 那种感觉 当然她认为45也有可能 但是其实我们那时候 大家觉得说 共和党的传统票源 还是蛮坚强的 而且Ordal County这么多年 都没有发生变化 哪怕在克林顿时代 共和民主党做得 还不错的情况下 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可是没想到 在一个奥巴马下台以后 Donald Trump这两年 坐下来 还不算太差的情况下 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您认为 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 民众们会冷静下来以后 会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 让这个共和党 民主党在我们加州 还是应该 keep一个balance 所以很多人就是 假如你是 那个政治 在读政治这一方面 会觉得说 一个party的system 不是一个很好的system 一定要有一个competition 大家才会往前走 还会加劲说要改变 所以我觉得说 民主党会赢 他们这一次花了很多钱 你说的很多 对 就是像说Mimi Kim Mimi Walter 这个45这里 你超过40 million dollars 比上Mimi的6 million 对 怎么比 不能比了 她那个Katy Porter 整天在电视台 三四次 Mimi 一个礼拜 两三次而已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不一样 在这个 很难讲说为什么这一次 民主党会赢 2618年 但是我出来的时候 我会出来 就是我问很多朋友 你觉得怎么样 她说 我不知道 那个Paty Porter 这样子想 我以为她是moderate 因为她的广告 她自己有这么说的 她自己说 她说我是conservative is a democrat 对 然后去国会 大家看到真面目 大家都分岛了 对不对 就是因为她这个message 她的commercial 没有什么 她欺骗了很多人 说我是 我不是那么liberal 我是在中间的 现在我们看到 她到Congress 她的support 坚持什么platform Bernie Sanders的platform Elizabeth Warren的platform 没错 现在连呈现的人 开始问说 她欺骗了我 她这个人不老实 她跟我讲说 她是conservative democrat 她是中moderate 这样子我们不要 所以我跟他们商量之后 他们说 Peggy 你的background 比较像我们的 那我不是只是看 我们华人的地区 我都明白 华白黑绿什么 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很久了 然后他们觉得说 我的background比较像他们的 而且这一次呢 当然了 这个由于上次的选举 实在是悬殊太接近了 说实话 而且如果按照第一天的 这个选举结果进行裁定的话 这两个区都应该是 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当选 当然最后还好 反正共和党的议员 最后也没有提出太大的疑议 也没有最后要求recon的这个票 最后 我也是有点surprise 最后怎么 一个礼拜以后 这Young King 最后没能再做 当然啊 也有很多人 我碰到一些韩裔的朋友 他们在鼓励他 让他这个下一次还要继续出来 看来可能他有点困难 不知道具体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39选区 对他应该会有一点压力了 但是但是45选区就像您讲的 45选区跟39选区 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说39选区有点复杂 Orny County Sombradino Los Angeles 三个county 这个交界的地方 而且又是一个和当时的 这个州参议员的选区又重叠 所以让大家感觉到 当年那谁在出来选的时候 我也跟他讲 我说你得考虑多一点 这个选区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因为这个选区呢 洛杉矶 Sombradino 那是传统的民主党的选区 所以仅仅靠一个 一部分 Ohio Barinda 这些人 Back you up 是不是你就足以能够 像这个当年的这谁一样 他就可以保持记录 但是对 所以总的来讲看呢 这一次的选举 45选区 虽然我们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你也看到了 民主党在过去的选举中中 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 那就是钱 我们休息一下